不过GK其实这边也要稍微的做一点调整和反思 因为上一场我们知道他们其实是一个前期超大优势的领先 对 我觉得GK他们之前的一个状态虽然说不是特别好 但今天我觉得他们前期已经把他们该打的已经打出来了 他们前几天状态其实也是比较不错的 打翻了蛮多强队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的话蓝色方E-Star 红色方GK BO3的第二场E-Star 1比0领先 是的 看一下E-Star现在的BP上面其实先办先选的话 可以考虑一手先办一手强势英雄 其实很多支队伍包括我们GK的Fatty他们 其实他们打前排更多的目标是切到对方的后排 把对方后排的射手被打死 但其实在E-Star这边 其实奶茶她很少有一个思路是去切死对面的人 她基本上是负责拖时间 用后排来输出 对 其实这个点上没有说哪种更好 也没有说哪种更对 这就是不同的思路 大家其实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可能每种思路更适合自己 自己更喜欢也可以去试一下 是的 可以看到GK第一班是班尿马可波罗 一楼让E-Star没有办法去帮小鱼拿到一个核心的射手位 我们第二手班尿路纳也是针对了一手Jungle 没错 我看一下E-Star的一个第三手 对 第三手班尾 其实无所谓 关键点要看GK的第三手是班牛魔 还是花木兰 还是曹操 E-Star班尿曹操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外面放着杨简跟花木兰的话 奶茶这边是无论如何都能拿到一个自己 比较擅长的都能扛 是的 无论说你搬花木兰 那么一楼的奶茶可以抢杨简 搬杨简的话可以拿花木兰 都放 班纳和鲁 就你这边拿了一个强势的少男英雄 我这边也可以拿到 没错 而且这一场的话E-Star其实有牛魔可以拿的 而诸葛亮现在放了出来 其实抢一手诸葛亮给Jungle 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因为前两天他的一个 包括我们在前天的比赛里 Jungle的一个诸葛亮翻天覆地 非常的秀 是的 但现在还在考虑当中 是帮奶茶还是帮小 朱葛亮 杨简 花木兰 哦 一楼是先拿 对 因为对面是没有斑的 牛魔的一个优 哎呦 这表情 E-Star牛魔的一个优先级非常高 这拿到的话也是给E-Ris在打 是 感觉E-Ris压力也是蛮大的现在 我们看看一下GK的一二手选择 这样的话 可以拿到一手强势的射手位和一个边路位 其实法术位还不慌强 其实上单的选择蛮多 因为现在刘邦也还在 拿到刘邦的话奶茶一样是打 因为他既然打纯肉 刘邦也是一个标准的纯肉型上单 GK这边可以把选择把杨简拿掉 依旧是杨简 虽然上一场拿杨简没有赢 但是不代表杨简这个点有问题 是 杨简拿到的话 对于E-Star这边后排的威胁力还是不错的 可以抢一手杨简 加上诸葛亮 因为诸葛亮如果让给Jungle这边打的话 GK这边权限的一个压力有点大 因为辅助位拿到牛膜其实给的足够的压力 但是选择先抢一手达摩 因为上一把的话 确实Orange达摩表现得太亮眼了 E-Star这边应该会选择拿诸葛亮 误出太大问题的话 诸葛亮的可能性是比较大 有没有可能小鱼会再拿一手鲁班七号 当然鲁班七号的话 鲁班七号拿也不能在这个位置拿 也不会在这个位置拿 要么就是最后一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E-Star这边是蓝色方 我们看到的是Tiny和他们的一个教练 还有右边那个不知道是谁的谁 我们看一下第二三首这边两个 好人这个表情 应该是会拿到一个诸葛亮 然后看一下第三首拿什么 不拿诸葛亮 这首一star放掉了诸葛亮 其实如果说拿高心里的话 可以配上一手刘邦也 花姆兰也可以 拿了花姆兰应该不会拿刘邦 这样的话GK的法师有了很好的选择 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重点在于这一场 其实射手位的选择是比较纠结的一个点 看一下摩生哥这边怎么解决 反正小鱼这边应该是不太可能 会拿鲁班七号了 有可能会拿一手后翼 因为后翼配合高精力的话 伤害还不错 别这么讲 我跟你说星许这一场 其实拿到牛魔这个点的话 小鱼这个位置拿什么都有可能 真的讲不好 星许可以拿个敌人节 我们看一下 也有可能 GK这边三四手选择 上单杨简 打野的达摩都已经出现 那么中单位的诸葛亮可以在这一手直接拿下 然后再拿一个射手位或者辅助位 果然然后第五手流做counter pick 来针对一下E star即将出现的射手位 是的 诸葛亮加上太乙真人 其实GK这个阵容前期还有中后期的一个伤害还有控制都是不错的 这个阵容很完美 但是目前来说其实也不好针对 因为他们最后一手80%是一个射手位 拿射手位针对对方是没办法的 对 orange这一场你说他出赵云的几率是多少 很难讲 就现在胜的打野位 可以拿菊油精 因为牛魔的一个手其实够长 拿到菊油精配合牛魔效果其实不错 而且orange的菊油精也是有过比较亮眼的表现 鱼姬 其实E star这边如果说把鱼姬拿到手的话 我觉得GK这边会不会选择去拿一个无射手阵容呢 我们来看一下E star的一个赵云胜率先 赵云在整个KPL本三季的胜率43% 42.9% 稍微有一点点的偏低 GK其实如果拿一个无射手阵容的话 其实太乙真人就浪费了 他们也打过鲁班 其实他们可以打鲁班旗号 就对面这个阵容来看 有太乙真人这样的保护 鲁班旗号不是不可以打 但是这边牛魔高剑里 荒木蓝牵上赵云的一个切入能力 还有个高伤害 其实对于射手围还是比较克制的 这一点说实话还真的还好 为什么呢 鲁班是危险 但是他们的中单是一个诸葛亮 当你的精力全部集中在鲁班7号上的时候 诸葛亮可能会团战给你个惊喜 打一个收割 对 你要注意一下祝葛亮这个点 我们不能把一个目光完全放在一个 好吗 不选鲁班 我们选个更好切的 好吗 但是 后翼因为有一手大招的保护 其实也还好 是 那么在G 这个刺痛 Evodore RXY 三人展示过后翼之后 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 LY2 给我们展示一发后翼 然后在我们这个一个赛季结束之后 我们可以搞一个这个 国富最强后翼的评选 王总要射击大赛 GK这边最为首选了后翼 现在其实在场上的一个射手位英雄还是有的 像孙上香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没有选择 一个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孙上香太吃发育了 我觉得就是什么 在我们有一个节目叫做谁是国富第一 在谁是国富第一 马可波罗和谁是国富第一孙上香之后 下一款就是谁是国富第一 后翼 而且之前都是两个选手 这次K请十个选手过来比 对吧 大家都能比 我们现在看一下双方的阵容 Esta 华姆兰高剑林 一季牛魔赵云 那么GK这边选择的是后翼 诸葛亮 达摩太尔之人 以及杨简 双方阵容坦白来说 无开 是的 Esta这边主要还是打一个野区的进攻 还有团战高爆发伤害AOE 这种阵容有点 这个阵容其实就很Esta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有点像大交流的意思 是 那么GK这边选择阵容的话 前期的一个保护能力还不错 没错 其实为什么这首拿了一个高剑林呢 我们来做一个思考 首先的话可能他们的阵容 开始那句话有点薄 对 单单一个牛魔的大招 加上一个 其实花姆兰的伤害不太稳定 拿出格量的话 第一时间可能打不出足够高的一个AOE 因为他要贴身输出 对 但是拿高剑林的话 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直接开大进场爆发就好了 原子弹 然后紧跟着 可以让XY小鱼这边 专心地打对方的前排 或者说做一个收割 其实GK这边的阵容还好 不是那种特别肉的阵容 GK这边阵容其实很标准 真的很标准 也没什么大问题 那么这场让我们期待一下 LY2的一个后裔的表现 那么下面进入E-Star 对阵GK第二场的比赛 双方0比0的一个开局 目前看一下双方 那个召唤式技能的话 都是三闪现 然后以惩戒 双方各有 怎么说呢 GK这边没有治疗 GK这边是带了 诸葛亮戴的时候进化 是 就是打到一个中后期的时候 诸葛亮戴进化 可以比较好的在团战当中 刷一个被动打一个输出 那么带闪现的话 如果被控黑 有可能会被表 所以说进化的话 相对于诸葛亮来说 会更好一些 带闪现的话 本来他就有个 本来他就有个二技能 三段位移 带闪现就是说 追击方面可能做得更好 对 他追杀敌方英雄的时候 可能会更快一点 但是他们的GK这个阵容 前期不是特别的 特别凶的阵容 是 所以说没有必要带闪现 这个阵容肯定是拖到一个 中后期去打的 其实GK这阵容 我们要看一下他们 4级之后的表现 4级之后达摩的大招 太真人的这个前提作战 配合诸葛亮的大招收割 以及杨简的这个正面能扛的能力 所以最核心的是后翼的一个 大招来开团 来抓人 所以说GK要看他们4级之后的 一个配合和操作 尤其看L1后翼的一个大招命中率 是 上路的话是太真保护后翼 去打一个发育 但是East down 整体的节奏 全部放在了ORANGE的一个赵云身上 这一手是想越塔杀YELLO的这个杨简了 YELLO还没4级 有机会 直接大招砸中 二技能晕住 小玉给你发1技能 East这个地方 不好跑 其实稍微有一点点 配合上的小失望 是的 上路是让太乙真人拿到了一个1 拿入了 是 这边East第一时间没有跟上输出 East想的是撤 但是ORANGE抓了机会他又上了 他也不是撤 他可能就是说 第一时间没有注意到杨简走过来了 没有注意到这边YELLO走了过来 也有可能是想去看一下视野 嗯 那么这场比赛其实是把 打野位给到了FETTY 而上单位的杨简是给到了YELLO YELLO CIDER打了一个辅助位 这又换了一次位置 对 现在其实选手的一个位置真的是飘忽不定 看队伍吧 East is够稳定 嗯 但是JK他们其实YTG其实变得也很 我们上一场的比赛 那么前来说看一下双方的经济发育 一个人头之后 我看一下双方经济整体在往哪个C位的身上偏移 我看一下后夜的大招 是打中了牛魔 这个地方都能打中 你厉害 这样的话ARIS这里有点危险 一拳轰到墙上要秒了 是的 我们似乎又见到了一颗后翼猩猩的冉冉升起 跟上了奶茶 ORANGE大招没有扎中 那么这样很危险 不过还好张狗的伤害非常的高 配合RXY小鱼一套爆发 瞬间击杀一人 是的 这个豹猩猩也是帮他们打了一部分伤害 没错 又高建立这个英雄啊 怎么说呢 后手进场 确实是强 就那句话 我要进场不要脸了 对吧 高免伤高爆发 你能奈我何 是 非常强势的一个方式 然后上了ORANGE这个地方 拉中 上了5秒 但是R20伤害 如果说现在 但是 但是CIDER这边 CIDER这里有点懵啊 你怎么 兄弟你怎么一个闪线走了 我怎么办 是啊 我出不拘啊 有点尴尬 我也很绝望 是那刚刚那一波的话 ORANGE是在塔下直接被强杀了 是不会不亏 因为真的就霍鲁倒在了塔下 长王又战成了一个军事局啊 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话啊 看一下这个EGAD的这个诸葛亮的出装 是怎么样的一个思路 这边应该也是选择做试语书 试诚之书 对 而Jungle这边也是同样的套路啊 也是先做吸血 其实高剑离的话 低剑装备直接做痛苦面具啊 是前期伤害最高的一个 较为高的一个出装吧 做试诚之书稍微低一点 但是团战容错率更高 我用一个大招 两个 垂飞两个 赵云扎两个 这波抗不打得很不错 范体竞选没有打运对方 但是太野之间跟上了复活 范体能够站起来 艾瑞斯扛不住 被太野之间直接炸死 这就是太野的想法输 这一波 选择闪现 与其技能输掉 也跑不了 这波反打 伊斯塔打得还不错 这波GK开团的时候 范体的本身一拳没呼吸 有点点难受 但是还好是斯里尔这边的大招 给到了 就是强行反打的一波 我整体来说不亏吧 一换一 这我感觉 艾瑞斯这边的一个流魔 她的一个进攻性更强一些 比开你 伊勒这个地方走不掉了 大招进去完 是 有点烂了 是 直接让赵云拿了这个人头 赵云拿了人头的话 装备起来 其实在团战当中 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切入能力 就是他进去之后 你又打不死他 他又能出来 还是那个点没有示意 确实刚才在 JK这边的视角 Yellow的眼睛 看不到 完全不知道赵云还在野区徘徊 这是摸索不到 他这个位置奶茶绕后 切三 直接被轰中 太阵人跟上 这样的话 奶茶做不了了 是的 这个真的是 没想到 万万没想到 切一个后翼 还有两个人 还有两个保镖 其实 也能够想到的一点是 基本上CID现在 你们发现他的一个太阵人 不太进攻 他基本上死跟着射准 然后这边想切死 一个大的一个祝格亮 祝格亮他的一个 激动性还是比较高的 比较难追 那么上路的一个边外塔 是让GK首先拔掉了 这种其实不太亏 因为高剑离的大招 其实不值钱的 CID非常的短 那这种情况下 把祝格亮打退掉 还是小赚一点时间 是的 现在GK的话 两个C位的发育都还不错 除了杨检 是凌刚尔没有拿到人头以外 其他人的发育都还不错 没错 但是我们看双方的中路 其实经济基本就是持平的 两个人的经济 张狗这边多200块 就见 舍不中 张狗这边多200块 就意味着稍微快一点点 出十人之术而已 区别不太大 来 张狗这边先出了 那么 祝格亮这边 这边也就差200块 双方的法师这场对象 还是有 张月塔一个大招杂空了 杂空的话 GK今天好像是有反打的意思 还是算了 因为下落的话 杨检不在 而荒木兰的话 支援能力是要比杨检要高的 我们说在这个时间段 GK这个阵容 它是需要后翼射中之后 集体配合单秒 但是一次大做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 我知道你这么打 所以我直接提前跟你报团 随便你怎么射 射中之后 他们就是不怕的 你只要敢开团 我牛魔转身大招 高杰林就进场 一马就反倒 这件射中了高杰林 但是距离太近 距离太近 距离太近的话 也导致眩晕的时间 才有那么长队 而且可以注意到 依斯大这边的一个核心C位 他们都是出的一个韧性鞋 就是克你的后翼这一手 没错 他们其实不太怕 依斯大现在是 不怕跟你打团的 我现在打团的话 你这个阵容输出没有我高 我只要不被你单抓 我就是转的 所以他们你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是三个人暴团走位 随便你怎么轰 是 现在暴君还有十几秒就要刷新了 但是看这个走势 感觉上路 GK还是想把重心放到一个中上路 可能又是抓了奶茶去了 对 因为上路没有外塔 抓起来是最安全的 那这样的话暴君不是让给雷斯大吗 这样的话等于是给雷斯大 一条暴君加一个上路的外塔 但是雷斯大也要小军 要中路的二塔不能被破掉 不然的话会很亏 所以奶茶也是发现地图上都没有人了 那就选择回城 其实奶茶没有 因为这个时候 我看到底部上 其实双方都是看不太到视野的 我们现在觉得奶茶那些位置只是往前走 奶茶回到后 配个张狗可以反爆一波后翼 但其实他并不知道地图上其他的人在哪 是的 那这样子的话是用上路的一个一塔换 是用暴君换一个上路的一塔 GK这边是更赚的 因为暴君的话前十分钟都还好 十分钟之后的一个黑暴君加成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是一座主宰路的二塔 对那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 GK对于这条主宰的控制率稍微会更高一些 没错 因为二塔其实一塔 怎么说呢 一塔的话对野区的帮助比较大 一塔破了的话野区有点丢失 嗯 GK又是抓到了一个刚刚打完来的高杰林 但是你二塔一旦掉了 基本上就意味着什么 你的兵线是没法吃的 上路的兵线不到高地不敢吃了 是的 下路雨姬刚刚拆完下塔 GK就选择开主宰 那么杨简都不在开销主宰 太慢了 反而太慢了 对 L1这边第一时间不在 没有办法跟上输出 所以不能打 那么这样的话小心一打 这一手逼中路的话 其实变相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其实二塔爆掉的情况下 如果二塔在 上路可以选择在二塔的地方持经济 但二塔一爆了 就会不打随便 这个地方蓝牌是让Esta反掉了 那GK这边想包 这边是给了上路的奶茶 一个单代的机会 泰智人还没有炸到 艾尔斯转身就是一个大招 完全破掉了GK的思路 在这边的话 达摩一拳轰到对方的赵云 二人这边想转身 利用一技能跑了一步 转身一个大招扎中之后 RXY小玉疯狂的输出 但伤害明显不够 张国这边的大招还在CD 就是一个少打多 没办法 是的 这个时候奶茶没有选择支援过来 因为这个时候支援过来 可能已经晚了 那么上路的话就把他给带掉了 这一波就不支援 一个闪线收掉的诸葛亮 是的 非常nice 我们看一下上路这个位置 奶茶也是把兵线牵手不去 这一波Esta是不亏的 虽然说倒了两个人 但是也击杀到了对方的一员 整体上虽然说经济小亏一点点 但是在拆到对方上路一塔 中路二塔 同时杀到一个人头的情况下 这一波Esta等于是 把局势完全搬了回来 对 其实这样的话相当于Esta赚了 因为中路的一个E2塔 要比边路的一个E2塔 要更重要一些 没错 其实我们知道 Esta有一个 作为老牌战队 比较优势的点在哪 他们对于局势的一个判断能力很强 就是有一句话叫做 有一种能力叫做阅读比赛的能力 Esta有时候扳回的 其实不是经济时的 这方面我们那些新战队 其实是有必要 学习的 适当地做一点学习 对吧 看一下这波团战 这一下可就是正面拿头科了 而且杨姐不在 那么这波Esta是一个多打少 好 达姆轰到两人 那GK这边适当选择拉扯 将有开打招 先收到对方的一个打野位置 奶茶是吃了很多的伤害 一个闪现 达姆被打残 再来一发 张狗这波伤害非常的高 还剩了一个小鱼跟奶茶 但这波GK却打得很好 四打五 能够打成这样 打死三个人 还打残两个 这波反打还不错 那么杨姐的话 入侵一波野区 我张狗这个经济有点好 我先看来 其实一般来说 高剑离这个点 不能让她拿到一个太好的经济 不然这个英雄其实是拦不住的 对 因为她那个免伤 你真的拿她没有什么办法 如果说你把所有的技能都交给她 她不但死不了 你还免不了她 不不 她不但死不了 而且你的伤害都丢完了 对于一个射手位 你又没有办法针对了 没错 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奶茶的装备 7.1K 就是NCCCC奶茶 她那个装备7.2K 一天出头 花木兰 三件装备在手 这一局的话 她把一个雪梦之手 做得比较早 适当地补一点伤害 她基本上都是第二件 出这个装备的 上一场的话 其实出得比较晚 昨天出得很早 但是上一场 她是因为做纯肉 她不打输出 这场的话 因为对方的射手 然后YR是一个后裔 属于比较好切的一个射手 而且她是有霸体的 不会被晕住和减速 所以她这场 早点出一个雪梦之手 适当的提点输出 用来切对方的一个射手位 这是她的一个出装思路 是 那这样的话 可以看到 GK的诸葛亮 应该第三件 是要出到一个灰月 保证一个团战的生存能力 没错 但是Jungle这边的灰月 已经做得出来 对 要比诸葛亮 要早一点点 射手 但是这个位置有点难受 射手 这边也没有办法扎下去 这一下有点 有点 瞬间 艾瑞斯一不小心身陷地震 是的 那依斯达这个战场 已经被打乱了 需要选择后撤 对 选择撤退 担心的是这个主宰 如果GK这边选择打的话 依斯达守不守 那GK敢不敢打这道主宰 就是个问题 因为Jungle这边一不小心 给你一个偷偷 击伤害太高了 还大 那这边没有闪现 不然的话能收掉这个人头 杨简咬到 那谁都慢慢飞回来 太远了 好 这一波 奶茶一个G技能闪现 直接收掉 对 吃奶茶操作还是蛮不错的 来 那这样子的话 GK就没有一点点打主宰的想法了 是 这是通过打餐 你一个人杜绝掉你打主宰这个想法 但其实这一波也有点意高人胆大的意思 因为一个不小心 刚才两个C位的技能全部交到了一个杨简身上 如果这个时候GK反扑的即时很危险 然后接下来容易被单秒 这样一战 基本走不了了 走不掉了 而且刚刚的话一干的 他的一个威操打得也不还不错 他是想秒掉小鱼 但是小鱼就差那么一点点水 就是蛮悬的 很多时候这也属于一个视野上的问题 因为上路看不见了 二五二想要尽快收一波兵线 然后就走了 但是对面 李斯大这边反应速度很快 直接绕后抓到了 我觉得这边应该是要放弃反主宰了 是 这种其实不能算什么失误吧 很多观众朋友肯定就会说 我这射手卫 怎么在这个时候出现的这个地方 其实不是这样的 做到我们自己的话可能死得更快 因为我们根本就看不到那边的人在呢 是的 我们只是想 他只是想收完这波兵线 只能预测 对 因为不收这波兵线 其实这条主宰也很危险 而且刚刚那个位置 他是没有过河道的 但是一般 有一马归一马来说吧 就是 这一手也是可以避免的 比如说暴卡我们给他其实好很多 是 我们一般玩射手卫的时候 但一些人都会选择 中路只要 然后刚刚带到河道就撤 就是一个安全的情况 会有这样的一个下意识反应 没错 但是没有想到被抓了 因为你的野区其实是现在 我们说伊斯大是赶着入境野区的 所以说 你的一个上路二塔位置并不安全 是 可以看到其实 伊斯大这边的一个推塔 推高地能力还是不错的 如果说真的要打的话 GK这边不好守 没错 有射手的 其实推高地能力怎么都有 而伊斯大这边稍微要小心一点点 不能太老 高地其实还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 而且有达摩在 嗯 我认识的达摩 真的是印象很深 是 而现在的话不要太着急 因为我们现在看一下经济上 差距是在 三千二 三千二百块的一个经济 三千三 伊斯大领先 我们在这样一个经济差 现在不足以强行去破了 强开高地其实有一点危险 这样的话看一下GK的一个印度 清高地的一个主宰先锋 其实这一波稍微想看 艾瑞斯选不选择大招 逼他 还没有逼他 先让小鱼点一波他 大招 这个就开大了 强行拆 张狗开大招 两步一波 这个大招我们看啊 张狗开大招 没有往远背里冲 就站在了 几方阵容当中 就是让你不敢切紧 那这件射中了小鱼 但是瞭不了看一下 凡里的一个位置 强切 一拳打死 接大招的第二段进场 这波GK有反打的意思 这波还剩余奥瑞斯跟张狗 咬到了 张狗这边大招开起来 闪现往后绕 来这时候看一下诸葛亮的位置 张狗也要黑 精神也是没有办法 那么刚刚这部团战 又是达摩立功 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配方 同样的达摩 一脚 不同样的达摩 这个0.0 这是不同的配方 同样的味道 同样是达摩这个英雄 这样的话看一下 GK是选择商务高一塔 不要我要一波你 是吗 十三秒 十四秒其实有机会可以一波 因为是有兵线的 应该是要一波了 因为还有五秒钟的时间 那这样的话 没有太大的办法 三秒钟 两秒 好这样的话 恭喜 GK 1比1战屏 那么进入最后一把决胜局 没错 没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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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